没有完成配套就推出的政策 立法院开议第一天国民党立委吴思怀大谈防疫政策 看似优国优民 甚至把炮口对准执政党 连用什么名义参加WHO也有意见 书面直询稿上头吴思怀直接呛瞎2009年 卫生署长叶金川参加世卫大会 结果被批评是自我矮化 也被民进党大骂是卖台丢台湾人的脸 更点名是林淑芬管碧林 还宣执政党现在连卖台机会都没了 拿叶金川来说嘴比谁爱台湾 但看看当时画面 一见到留学生质疑用什么身份参加世卫大会 叶金川转头就走甚至还爆出口 无顾心向大骂留学生就像被踩到痛处 因为当时外界质疑马政府接受九二共识 一中原则叶金川才有机会参加大会 没想到十一年后吴思怀却拿来做文章 全台湾都忙着防疫的时候 他还忙着帮中国说话 当时马英九政府用中华台北去示威 世界卫生大会 他的前提是接受中共的一个中国 同属一中九二共识 至于被点到的林淑芬也在脸书强调 他谴责的是接受九二共识 跟承认九二共识和一中原则的吴思怀 当然不一样 吴委员你懂吗 网友也加骂炮轰吴思怀 就是让国民党垮台的稻草之一 这种咖进国会未来有的草了 这家伙开始配合中共搞窝离返了 吴思怀亲中立场备受抨击 现在一下骂蔡总统挑衅中国 一下又反过来栓民进党卖台 究竟在帮谁说话任谁都看得清楚 森林区的黄大蒙周凯才会报道 森林医生